自七岁零十个月的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已经拍过十多部戏了 不是情人了 自十一岁的自己 十一岁我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最最最最最要好的朋友 跟我说现在你演明兰 我又学会被李清照了 自十五岁的自己 从小学武的关系性子比较野 我想说的很简单 干就完了 自二十三岁的自己 我想对你说你已经很努力了 我会对我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 然后希望自己的要求跟追求会更高 自二十五岁的自己 希望下一次听到哇 是因为看了你戏的观众 从心底发出的赞叹 哇 至三十岁的自己 韩总 至四十八岁的自己 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认识我了 现在你们在看到我的时候 可能就是直接从小龙女 就跳到了宋茜 其实一点我也不遗憾 因为你最终还是看见了我 当我在大街上 听到有人指着我叫 菊香 小麦 杨世红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幸福的 至五十岁的自己 当观众见到你跟你打招呼的时候 老林啊 你解释干嘛去呀 就像跟邻居打招呼一样 我特别享受这样的生活 至五十三岁的我 让自己的心更加的安静下来 演别人的故事 过自己的日子 至五十八岁的自己 你说我都有点伤感 一下子觉得自己已经 入航快四十年了 但是我一直追求一点 就是我要始终捧一颗真心 对待观众 我想问镜头中的自己 你做到了吗 我可以温馨无愧地说 我做到了 至六十四岁的自己 表演也好 演戏也罢 是我这辈子呀 最喜欢干的事 也是我的终身职业 今天是第三十节 金营奖 颁奖天理 我又非常有幸地 能够进入这个提名的名单 有一句话最想说 是掏心窝子的话 感恩 这六十五岁的我 从二十多岁演戏 演的角色有两百多个 没想到一年到六十五岁 现在你看过 能不能再演 六十五岁了 我现在已经可以到了 拿着我的身份证进公园 上公共汽车免票的时候 好在还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们 喜欢我 虽然我人老 但是我演过的角色 依然年轻 这七十二岁的自己 有些朋友说 哎呀 你们只会演坏蛋呢 好像 坏蛋怎么了 那只要观众喜欢 还看 我决心把坏蛋演到头 有一个智者说过 当一个人不断地 回忆过去的时候 他一定老 我是个不愿意 回忆过去的人 所以我可能还没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都还很冷静 好吗 många crushed 走吧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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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ctive 小黑 小黑 无理 小黑